欢迎来到营养师爱挑食 我是婉萍营养师 很多朋友都会问营养师说 如果想要减肥的时候 好市多到底有哪些食物 可以方便又可以帮助减肥呢 营养师去了一趟好市多 发现真的很多的冷冻食品 热量不高 营养师就挑了几款回来 要来帮大家试吃看看 到底值不值得买 要怎么搭配才可以吃得更健康 那我挑选的原则呢 就是一份的热量要500卡以下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 还要再告诉大家 如何搭配可以健康均衡的吃 好市多的减脂冷冻食品 一就是洗身洋葱牛肉米汉堡 老学生冷冻受洗烧猪肉米饱 两个呢就是微波以后 就立刻可以食用 非常的方便 首先呢我们来看 这个洗身呢 它是用新鲜的牛肉 还有洋葱做出来的哦 台式风味米汉堡 是用台湾在地 它独门的酱料拌炒 好那一份 这个一颗就是170公克 热量335大卡 蛋白质10公克 脂肪9.2公克 碳水53公克 就大概4份的主食 糖4.6公克 那325毫克 好接下来我们就试吃了 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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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覺又怎麼樣 很幸福的感覺 肉片很誠意耶 超有誠意的 所以多了20% 人家是真的有多喔 它的那個微波袋是透氣保溫鎖水 就是不會像那個便當黏黏爛爛的反沒有 它吃起來就是刻刻分明 好吃 老先生冷凍壽喜燒豬肉米漢堡 它的是壽喜燒喔 所以就是日式口味的豬肉風味 嚴選台灣在地的好米 使用台灣國產的五花肉 搭配這個壽喜燒的醬汁 每一口滿滿都可以吃得到它的味道 那它這樣一顆的熱量 就是195公克比較重一點 419大卡 熱量也比較多一點喔 那蛋白質15.6公克 脂肪12.9公克 碳水60公克就是四份的主食喔 糖10公克那437毫克 那接下來幫大家試吃囉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盒子照片的豬肉 好像跟本人長的不太一樣 這兩個米漢堡呢 就是當早餐非常方便 好就是送入微波立馬好 但是纖維量比較不夠 所以我們可以早上呢 搭配就是新鮮的水果 或者呢 譬如說像是這個Costco 他們有賣這個蔬果汁 像番茄汁也是非常好的搭配 或者是像青汁好 都可以當作我們的纖維的來源 美味評比呢 就是洋蔥牛肉米漢堡 我會給它4.5顆心 豬肉米漢堡 因為圖跟紋不太合 所以我們給它3顆心 好市多減重冷凍食品2 冷凍韓式蔬菜煎餅 它這一片呢50公克 大家有沒有看到上面有滿滿的 細香蔥杏鮑菇韭菜 胡蘿蔔還有洋蔥 哇感覺好像很厲害有沒有 一次吃到5種蔬菜在裡頭 那一份呢50公克 89大卡 欸熱量很低耶 蛋白質2公克 脂肪3公克 碳水13.5公克 那179毫克 這一款呢就是很適合用 煎鍋烤箱來加熱 我們現在先用煎鍋來煎它 給你鍋熱好油後 將蔬菜餅放進去 兩面煎到酥脆就可以上菜囉 我們來試吃蔬菜煎餅 哇 我們剛剛進了之後整個廚房超香的 真的我自己都好想偷吃一下喔 嗯 這個啊不只喔 聞起來很香 它吃起來啊 就是有滿滿的就是那個韭菜 還有香蔥的味道 如果你很喜歡這些辛香料的朋友 你一定要來吃這一塊 而且我一次可以吃得到5種蔬菜 超讚的 那我今天因為是用煎鍋煎 所以它中間會比較軟 如果你喜歡一整片都很脆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用氣炸鍋來煎 唯獨的缺點呢就是因為 它雖然是有蔬菜 可是因為冷凍蔬菜 退冰之後去煎它 吃起來口感就比較不會那麼的脆 就會比較軟 那美味幾顆心呢 我就會給3.5顆心 如果它加上那個韓式辣醬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給它4顆心了 那很多人呢 在低醣飲食的時候 不知道要找什麼主食可以吃 或者是吃膩了太健康的主食的時候 這一個一片 它的碳水化合物只有13公克 就大概一份主食還蠻適合的 但是因為蛋白質不夠 所以就會噔噔給大家一個 就是Costco在賣這個茶碗蒸 那這一份呢就是一顆蛋 差不多就是一份的蛋白質 那你可以吃個兩個 再加上一片這個蔬菜餅剛剛好 那蔬菜量不夠呢 你可以另外自己再用燙青菜 或是冷凍青菜做搭配 這個就是不錯一個低醣飲食的組合囉 好市多 減脂冷凍食品3 這個是好像是新上市的喔 就是韓式冷凍炒馬麵 這個呢就是有豬骨跟海鮮的湯底 是非常道地的韓式風味喔 這樣一份呢就是326公克 465大咖 蛋白質16公克 碳水80公克 那219毫克 這一款呢不用減凍可以直接加熱 在350CC的滾水中導入醬料 煮滾後加入配料和麵條 我還有加入冷凍蝦仁 除了好吃 主要就是補充蛋白質 全部煮熟以後就能享用囉 好我們趕快來試吃喔 這個麵條沾滿了這個辣的感覺 好Cue喔 我聽到那個咕嚕的聲音 有沒有 好辣 對我剛才吃太快了 如果你怕辣的朋友 我就可能不適合 但是像我還蠻愛吃辣 我覺得它那個辣度很像有個泡麵 叫做 辛拉麵嗎 對對對就是像它那個辣的感覺 好那再接下來我們看它裡頭還有說 它有魷魚 我來吃吃看 這個魷魚啊 它吃起來就是沒有腥味 湯汁也非常的入味 而且咬起來很有嚼勁喔 那這一款呢 因為蛋白質不夠 所以我在好市多呢 就是有另外買了這個蝦仁 它有處理好的那個蝦仁 就是你不用再剝殼了 直接丟進去就可以煮了 有沒有非常多 很適合我這種懶人 我也適合 因為很麻煩你知道嗎 好那蝦子呢 在減肥的時候也是非常好的 低脂蛋白質喔 加入這個蝦子 我跟你講真的超好吃的 我剛才已經有偷吃 所以我知道很好吃 因為啊 它就是把那個辣味啊 都融入在我的那個蝦裡頭 而且這個蝦子很新鮮 所以吃起來啊 就是一定要分享給你們 跟他吃一下 美味評比 4顆星 好市多減脂冷凍食品 4 照燒炒烏龍麵 我們這一款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一款呢 這樣就是一份的包裝 綠色是他的蔬菜包 那這一份呢 就是208公克 熱量是370大卡 蛋白質是7公克 脂肪6公克 碳水呢72公克 這樣子就大概就是五份主食 就是比一碗飯還要多一些喔 糖呢9公克 那820毫克 這一款烏龍麵喔 就是稍微退冰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那個平底鍋喔 炒一下 非常的方便 我們現在就來炒麵吧 鍋裡面加入一匙的油和四匙的水 稍微煮熱一下 接著把乾燥蔬菜和烏龍麵倒下去 用大火拌炒一到兩分鐘 並加入調味料 均勻的拌炒後就可以盛盤喔 炒好了趕快來試吃 我們先看一下剛才的蔬菜包 然後被小編說 這個不就是三色豆嗎 好那我幫大家來吃個麵 吃起來就很普通 好謝謝 比較沒有什麼料 沒關係我們讓他搭配一下 因為他澱粉類比較多 蛋白質不夠 你可以一樣就是搭配我們的茶碗蒸 增加蛋白質 那雖然他有蔬菜包 但蔬菜包其實不是真的蔬菜 你知道這青豆人叫做澱粉 不是蔬菜 所以我另外Costco不是有賣這種蘑菇嗎 我們可以炒一盤蘑菇 或者是你把蘑菇拌進來 增加蔬菜量 都是非常均衡的搭配方法 好斯多 減止冷凍食品5 紅龍紅燒牛肉麵 使用美國的牛健鑫 搭配洋蔥與新鮮的蔬菜 雞骨熬煮湯頭喔 他裡頭有這個冷凍包還有麵條 哇你看看這個裡頭有7塊肉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是不是真的就有這麼多的肉 好那這一款呢 就是很好笑的是 小編以為熱量很低 因為我跟他說 你就是要買那個500卡以內 結果呢 事實上這一款熱量非常的高 那小編到底 他就是寫每一份320炸彩 我以為一份就是一包啊 對 我覺得一般消費者 也會跟你有同樣的困惑 就是覺得說 上面寫的這個熱量很低 但是我們剛才不是猜出來 那一量子總共加起來其實是4份 所以你要把上面的那個有沒有 乘上4 所以要 1200卡 我會大我救命 我覺得其實不是你的錯 如果是他的標示 讓人家真的會 要算很久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試吃 這個牛肉滿滿耶 這一包多少錢 160幾塊 那這樣子我覺得還可以耶 因為現在牛肉麵外面都是賣大概200多 就是甚至還有那個300塊錢的 哇你看一下這個肉有多厚 它的厚度就像你一根手指頭 剛才寫的是牛腱心 我幫你吃吃看 猜不猜 感覺很嫩耶 你看 你咬下去沒有任何阻礙 沒有阻礙 肉很嫩 而且很大塊 不會猜 因為牛腱啊 其實是牛肉裡頭 比較瘦的肉 這一塊非常大塊 煮起來真的很軟很透 我覺得就算那個長輩 牙口不好的都很適合 那再來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麵 就是這樣白麵條 可是它比較厚 我吃一下 我泡了20分鐘 它都還不會爛 這個就是我喜歡吃牛肉麵的湯頭 就是那個我們以前在用乳包有沒有 那個乳的那個味道 但是這一碗熱量1200卡 麵量也很多 所以如果要減肥的朋友呢 我就會建議啊 就是麵可以吃一半 牛肉就可以通通吃完 那另外呢 就是你可以自己加多一點青菜 是不是非常的均衡呢 好啦雖然你不小心買錯了 但是我覺得 我們還可以聰明巧妙的搭配吃 沒有問題的 好這個美味滿意度呢 喔滿意度我真的很滿意 雖然擺錯了 但是五顆星 真的 所以愛吃鬼不會當假 今天介紹的六款 就是可以減肥使用的冷凍食品 大家有沒有非常的心動 趕快去Costco去買回來告訴我 你最喜歡吃哪一款 最喜歡炒打麵 真的喔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這個牛肉麵 但是記得呢 它的澱粉量太多 要吃一半喔 我們可以搭配更多的青菜 今天記得幫我們晚篇藥老師按讚追蹤 還有訂閱喔 掰掰 買完以後吃完以後 趕快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不是 居然吃整片都是脆度的 喔